先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臥槽做了六個月的一些心得 那就是怎麼寫新聞 我為了這件事情做了六個月 然後事實上其實大家可以看很多新聞 其實新聞的寫作跟我們一般的寫作方式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那它其實最重要的凸顯是凸顯在它的導演的部分 它導演的部分大概不能太長大概500個字左右 然後你必須要把這篇新聞的大致上的東西都涵蓋在裡面 類似像日文的Ubstrate一樣 然後比如說這是今天的蘋果頭版新聞 23歲男性柯登東在中國吸毒被帶 他第一句話就帶出來說他發生了什麼事情被帶 然後14天行政拘留期滿凌晨獲釋 然後最新的消息是他昨天下午在北京舉行記者會 那這個記者會的重點有什麼呢 然後弄命一分鐘報徒數分鐘內三度鞠躬致歉 然後還致你道歉證明什麼 然後最後再以獲得依據他的話 最後再告訴你後續他會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短短的這一段其實就把這整個新聞都寫出來了 那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下這篇新聞 這篇新聞其實是蘋果頭版新聞 所以它其實放很多東西 你可以看到這裡其實就是它的導演部分 一小段段段一段段把所有東西都帶出來 然後再來是他開記者會的一些背景 這邊是一個切入的角度 就是開記者會的背景 然後再來是他的聲明內容的重點是什麼 沒有後悔的人 然後他的居遊待遇如何 這就是第三個角度從這個地方切入 居遊的時候有沒有想特權 那最後後續發展怎麼樣 後天下被檢報報到災難度恐求三年 這就是一個完整的一個蘋果的新聞 然後最後他再附上一些小檔案 或是網友留言之類的 這就是一篇非常非常完整的一篇新聞 那所以但是你可以看到他其實選擇切入的角度 大概就是三個到四個左右 他沒有辦法到五個六個或七個八個角度 因為人的閱讀其實是有 閱讀的人力其實是有限的 沒有辦法一次容納太多東西 所以他選擇的切入角度其實是有限的 然後這也是記者的專業所在 你必須在你所能看到的角度裡面選擇 比較有意義的角度來切入 那還有一點很重要的是 很多時候你的新聞其實讀者他並不搞不清楚 你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你需要一些背景的知識來做補充 那補充的地方大概是在第二段或最後一段 那以我個人的經驗的話我會覺得 如果說你這段東西他沒有先讀過 他搞不清楚你在做什麼的話 那可能要放在第二段 那如果最後再補充就好的話 那可能就放在最後一段就好了 那更重要的一點是 這一點我相信大家可能也很清楚 記者圈其實求的 媒體圈其實求的就是快 但是因為我們必須要完整報道 有時候也不能太快 那以我個人經驗來說 大概事情發生後一天大概是一個關鍵 那再來的話如果說在更更久以後的話 那可能就比較沒有那個辦法 大概是一天到兩天之內要寫出來 如果說你隔到三天以後 那可能就已經沒有辦法變成新聞了 還有一個也很重要的就是 你寫新聞的時候你會慢慢的 你會建立你的詞庫 比如說一個人說話的時候 他可能他表示 他說明他解釋 他說他想這些東西 有時候你不能一直他表示 一直他表示 那最後讀者會覺得很膩 所以你必須要在裡面 隨時的切換你的用語 才能讓讀者比較好繼續讀下去 好那這邊舉幾個例子 這篇新聞是之前Cost Club大會是寫的 那我相信Cost Club是大家比較熟悉的一個題目 但是問題是對很多人來說 這可能並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好讀的一個東西 那他其實有很多 比如說像我們這邊就是一開始 就是說他在中英完美閉幕 然後以什麼東西為主宗 然後再來就是補充一下 他跟最近的時事有什麼觀念 今年三月發生太陽化運動 然後以開放政府什麼議題大幅增加 然後最後講了一些裡面的活動的細節 那一開始其實前面就做一個 簡短的一個介紹 就是告訴大家說 自由軟體到底是什麼東西 那為什麼重要 自由軟體 開放原始碼可以打斷 軟體龍頭的壟斷 然後Cost Club 這邊介紹的是開放原始碼 然後這邊介紹Cost Club是什麼東西 然後後面再來是裡面的一些 一些簡單的一些演講的重點 大概是這樣子 那當然裡面有一些演講是比較重要的 所以我們另外再把這個東西 做另外一個更深入的切入 就是下面這一篇 JSERV這一篇 我們單獨把它抽出來再做成一篇 那這一篇新聞其實 就是一開始也是有看到介紹的 這個地方還是把開放原始碼再帶進來 給大家做一個介紹 然後後面再來就是 JSERV的學生的故事 然後還有JSERV的故事 就兩個角度 然後把兩個角度 最後再合在一起 他們兩個師生的一個關係 那這樣就是做成一篇新聞 那另外這一篇新聞是 主要是切入了角度 這篇新聞 不是切入了我講錯 這篇新聞其實是 在立法院發生的事情 那這一篇新聞其實 跟一般比較接近的就是 比較像記事錄那個樣子 但是就是 一共它發生了什麼事情 一個一個講下來 但是我們還是有在裡面選擇 比如說有些委員的發言 我們就把它刪掉 這樣一開始就是一樣 怎樣做一個完整的一個說明 然後最後因為這個新聞 它今晚出來了 所以張家柱已經請辭了 所以後面再補一段 後續的發展 那一開始就是講程序發言的部分 然後林德福跟在野黨期衝突 指著對方是沒有風度這樣的 所以我們就跳幾個點 邱伊營 林德福這幾個點 就是手中 然後最後就是會議進行的過程 上位動議已經提出來 還在喊休息 然後再打立委不滿這樣子 然後還有陳希麥的呼籲 然後最後是黃昭順講的話 然後結束這樣子 那再來一個很重要的是 我相信這邊有很多人 應該也希望自己可以成為記者 那成為記者以後 切入的角度就非常重要 那這一篇其實當初 我接到這個任務訪談的時候 其實只是要我去訪 鄭一平他們 伊營市的工會 是不是有受到打壓 那後來我訪問的時候 我發現他其實提到 這個媒體的素養問題 所以我就把這個新聞網 媒體素養帶過去 那這個地方就是 講記者的待遇其實很糟糕 第一線記者每天工作14個小時 一直在現場做連線報導 然後勞動環 然後年代方面的說法是 勞動環境跟大家都一樣 沒有什麼需要改善的 然後還有他們的說法 大概是像這個樣子 那這邊最後再跟大家舉一個反例 這這則新聞是中國時報的新聞 然後寫的 有點不知道該怎麼講 大家可以看一下 看導演就寫 坐在機車上的男童母親舉行著手 然後他在講什麼事情 其實不知道 怎麼會拿小孩當擋鍵盤 什麼什麼時候 然後最後還自己下評論 為人母親身教有問題 事件曝光 然後只是偷竊 那各位其實你看了那麼多 你大概可以猜得到 是發生什麼事情 可是這件事情的前因後果 其實他完全都沒有在裡面揭露 所以其實這是一篇非常非常糟糕的報導 那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如果李立志要寫新聞的話 推薦大家還是多讀蘋果的新聞 至少目前看起來蘋果的新聞 其實在數值上和導演的撰演上 它是最終歸終局 然後也是寫得最好的 好大概就是這樣 謝謝大家